你得把两头夹上 这儿 包住 这样挤一下 这样 别换他 好猫 饺子抱好了吗 快了 快了 爸 您再等等啊 来 爸 高效精准的金融服务 助理企业更好的 你进来 走出去 今年国庆前 英国知名馆 来 汉美斯 在南京新街口正式营业 三个月已经起 进海外一次 报告 之后不早了 海外商业订购的成果 咱能把生意关小一点吗 三个月江苏千百多 与英国汉美斯签订收购协议 江苏中央 我在看新闻呢 与香港澳门 我们做企业的 就得天天了解事实 您说的没错 但是新闻已经循环播放 都不知道多少遍了 您也该休息了 我还得去开会呢 开会 对对对 开会正样 好 不开了 关了 来 我扶您去卧室 我扶您说 我扶您了 打击 再多 要 回来 你 我们 现在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还有他 这都是您上山下乡的战友 爸 这些人都是谁呀 我怎么一个不认识 婉华 对 我要找的是婉华 您还记得她 婉华是我爱人 我把她弄丢了 是我的错 我得把她找回来 爸 这都几点钟了 她都走了那么多年了 您找她干什么呀 你胡说 她刚才还在这儿呢 这一转眼就不见了 走 爸 我去找她 我去找她 你上哪儿去找她呀 老雷总 你这是怎么了 棉花糖 棉花糖 慢点啊 来 拿着 你看看 还是棉花糖对我好吧 来 眼镜得摘了 一 一天再往气我 好 爸 以后啊 我答应绝对不再气您了 好好休息 爸 你们俩什么时候结的婚啊 怎么能不告诉我呢 爸 您误会了 小苏 棉花糖她是我的朋友 人家还没结婚呢 没结婚 你们到现在还没澄清啊 那她怎么天天在我们家 这可不行啊 要是因为你 偷偷拉拉地 让这么好的媳妇 给跑了 我拿你试问 你怎么还不自货 我 我去哪儿啊 你不是说开会吗 你就不像我 想当年 我可是天天吃住在公司啊 才能把雨天做到现在这么大 做老总的 哪能像你这样休闲呢 是 是 她现在马上 她现在马上 她马上就走了 敢不听我的话 来 躺好 以后她要欺负你 就告诉你我收拾她 好嘞 嗯 好了 你应该休息了啊 来 闭上眼睛 嗯 这一天把你累得够呛吧 打给你了 没什么 脑中风的病人就是这样子的 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又糊涂 而且 也会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这些都是正常的表现 所以你要特别有耐心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爸 现在就是我的遗妻 他是我 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情人了 再怎么样 我也得照顾他呀 这是你妈妈吗 你妈妈长得真漂亮 一看就是大家归宿 特别有气质 我只是听说 外公家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大户 他们视我妈妈为掌上明珠 当时我爸认识我妈的时候 她都还是个穷学生 他们俩的婚姻 受到了外公和外婆极力的反对 那你妈妈 一定特别爱你爸爸 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可是随着我爸的事业越来越忙 他们两个就开始吵 越吵越凶 算了 不聊这些了 其实长辈们的感情 我们做小辈的很难去评判 谁又能想到 邵姨是我爸的初恋呢 他是那么地反对我跟振荣 可是说实话 我从来就没有真的怪过他 只能说造话弄人吧 对于过去的事情 我们并不是那么了解 将来的事情又难以把控 所以还不如乐观地面对当下 好好地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不好意思 我说多了 你的工作室刚开张 应该有很多事情要忙吧 我爸这边就不落你操心了 雷宇峥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照顾老雷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 我明天还是会过来看望老雷总的 我先走了 雷宇峥 雷总 你和何清飞 没想到当年的总裁助理 也会轮落到这个地步 雷宇峥 雷宇峥 连有今天我想她长得懂 应该毁清了 这也是她命肯在这儿啊 干清洁工 也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吧 有她在挺好 我要让何清飞知道 我现在 才是宇峥真正的负责人 我认同你的观点 军飞 等一下 这地方挺宽敞的嘛 闲着也是闲着 秦飞 你把它打扫一下 看一下这些东西啊 该扔扔 该扯扯 记得啊 弄干净点 秦飞 对 你跟雷宇峥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小伙挺好 踏实肯干的 任劳任冤 你做保洁呢 只是暂时的 我会给你安排好工作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耽误你的才华 是啊 林总 您之前不是总说吗 要是哪天 秦飞能帮咱们做事 那该多好呀 你看这不 愿望成真了嘛 林总 谢谢你 我何勤飞从来不怕吃苦受累 你们让我干保洁 擦厕厕 没问题 我干了 我还保证比别人干得好 但您让我亲雷总的屋子 对不起 我做不到 我相信雷总总有一天 还是会回来的 今天我何勤飞就在这儿 正式向你提出辞职 我不干了 何勤飞 你可想好了 出了宇天这个门 你再想找工作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勤飞 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你了 既然你去意已决 我也不拦着你 我可是一直把你当哥们儿的 如果你有一天想回来了 我这随时怀疑你 林总 您放心 我何勤飞就是要饭啊 也不会要到你这儿来 夏儿来了 这么点时间 你已经赶了这么多了 可以啊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得把两头夹上 这儿 包住 这样挤一下 这样 别害羞 别化疼 饺子包好了吗 快了快了 爸 您再等等啊 星期吃不了热饺子 我不要吃你的 我要吃棉花汤包的 魏宇正 你听听 还是老雷总赏脸 你说我这给你裹乱呢 我这叫给你锦上添花 都不知道我爸为什么那么向着你 魏宇正 看不出来啊 你有钱人 大老总 居然还会赶饺子瓶 还会包饺子 跟少爷觉得 那会儿啊 我爸特爱吃饺子 可他自己又懒得学 也不会包 我啊 就索性天天混在少爷家里 还有啊 你憋一口一个老总老总老总的 那是之前的事了 我现在啊 只想安安心心地 把他病治好 做个孝顺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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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